国教会的主席和各位理事以及各位佛友大家好 今天晚上来到你们这边 我进来了很多次了 只是这一次歌了很久 差不多有十多年没有来 我发现你们好像换了地板 但是主席说好像地板都换了很久了 所以楼上还是一样 但是我不是主席的 不是主席 我是文化主席 现在谁是主席呢 副主席 副主席在这边 今天晚上跟大家谈的题目是 休息慈爱 这个是我第二次 这一次我跑的时候 谈这个题目 我准备了四个题目 不同的佛教会都选不同的题目 这个题目呢是 教 就是跟大家讨论 慈爱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 思维它以及去修它 首先我们先解释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慈爱 慈爱是那个称恨心的方面 两个对立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当我们被称恨心所控制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心中没有了慈爱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所以呢 我今天晚上我准备的题目里面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我们就谈这个 修慈心的正思维 好了 我们就要想一想 当我们一个人呢 在升起称恨心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 他是快乐呢 还是痛苦 如果你认为 称恨心是快乐的话 那你就天天发脾气 对不对 你就天天发脾气 因为你可以从发脾气之中找到快乐 对不对 所以因此很明显的 就是当一个人 起称恨心的时候 他不是快乐的 他其实是苦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 然后我们再考虑一下 当一个人称恨的时候 起称恨心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脸变红 他的血压增高 心跳加快 而且他的身体里面呢 他的那个内分力是反常的 他们在国外有研究 在国外 就是美国这些地方 他们研究就是 但这个人常常发脾气的时候 他对他的身体产生什么影响 他们发现 他产生很多 对这个身体产生很多伤害 他产生很多伤害 我曾经在澳大利亚 遇到一个病人 他是我的佛宝师的以前的主席的妹妹 他就是常常都是称恨心的 他是有工作了 大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总之这个是一种 家庭的 里面的那些成员 就是姐妹父母之间的那些关系 所以他可能他的 他是作为妹妹 可能他的 可能父母没有害他 还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是真正的原因 不过他就是 他的称恨性非常强 他的姐姐也跟我讲 他是我妹妹 我很能跟他说话的 他就是发脾气的 后来他就中了乳癌 因为当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 他的身体的荷尔蒙会产生变化 所以他就中了乳癌 中了乳癌 结果医生发现了就建议割掉两个乳 然后手术也做好了 割了两个乳 但是他的病并没有好 知道吗 割完手术功做完了之后 他还是居心那种 心态就是称恨性的心态 他这一次之后呢 他反而称恨更强 因为说他就想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的姐姐或者其他的人 你明白吗 像他的病情 所以他的病情反而更恶化 并没有改善 然后他的癌症就扩散到全身去 扩散到全身去之后 然后就没有得救了 然后他的姐姐就来找我 我就去看他 瘦很瘦瘦瘦 瘦到只是剩下皮包骨而已 这时候送进这个临终关怀了 医院的临终关怀 结果他就从医院的临终关怀回到家里来 他说他喜欢在家里 他们医院也肯定给他回家 那我就去他家看他 他跟我以前见到他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以前我见到他的时候是正常的 还没有动手术 所以人还算是正常的 那是几年前 后来我见到他的说话 两个眼睛就像那个咕噜都这样 就像那个皮子正在成皮 整个脸那个眼睛 头发又没有什么头发 因为大概是他有做一些化疗 还是什么之类的 又没有什么头发 那两个眼睛又线下去 就像咕噜一样 那手又瘦瘦 那个手又白白 轻轻白白 说话又没有力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 当时我就跟他讨论这个 成本性的问题 我就说 我们应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理状况 如果我们改变我们的心理状况 可能还有救 病还会好有可能 我就教他修持癌 结果因为我教他修持癌 说他的 反而延长了一点生命 但是也延长了多久 大概也延长了几个月 但是最后他还是死的 他死的时候 他称认性很强那一天 要死的那天 还在骂人 他的姐姐去看他 都给他骂 后来他就死了 死了就去了鬼道 去了鬼道 然后 他的姐姐就一直供养我 说师父你要帮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现在做了鬼 这样等等 然后就来供生 我生了供生我就一直回生功的 猪猪花了我一年的时间 他死了之后呢 我还一直 他姐姐一直供养我食物 有时候供养我上来 庙里面煮东西给我 我供养我午餐什么等等这样 然后 好几次了 后来因为我跑来跑去嘛 有时候我不在我的庙 有时候我跑去中国 有时候我跑来马来写啊 总之 我就一直回向功德给他 我懂他的名字 然后就后来 就是花了我一年的时间 才把他抽渡出来 所以呢 你知道吗 我以讲这个故事的例子 就告诉你就是我们做人 如果我们常常发脾气的话 其实是别人也不喜欢 别人也不高兴 自己也不高兴 大家两败俱伤 明白吗 是两败俱伤的场面 为什么我们不要改变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心态 那么我们的这个 把真正心转为慈心嘛 明白他 他会给我受苦 然后就转为慈心 转为慈心的话 自己也好 别人也好 也可能不会中癌症 因为这个是长期的真正心造成的 这只是一个例子 好几个例子 我遇到的好几个例子的女人 都是因为女人起忏忏性 然后产生乳癌 然后乳癌去最后死去 另外两个我认识的女人也是这样 也是因为乳癌 然后就尽管进行化疗啊什么等等 最后还是死去 就是为什么 你没有根本改变自己的那个心 我们的身体呢 只是我们的心的一种工具 我们的心呢 是控制这个身体的 你要明白这一点 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心是控制身体 因为我们来投胎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我们去投胎的话 我们会得到身体 然后我们就抓住这个身体不防 我们就抓得紧紧的 认为这个是我的身体 然后我要得到身体 然后你就在妈妈的那个胎里面就长大了 长大了之后 九个月之后生出来 生出来的话 每一个人呢 都是跟随着自己的业生出来 每一个人呢 你都是随着自己过去式的业生出来 所以你就带着你过去式的那种脾气 那种烦恼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去修它 你没有去修它 修行呢 你不要以为来佛教会来听 你不要以为是来佛教会 有师父来就听听了 那我就会 不是的 听就是 这四个步骤的一个步骤而已 就是清净上知识 听闻正法 然后奴隶思维 第四要修 自己要修第四个步骤 就是自己每一天要修它 所以学佛呢 并不是说 我来这个寺庙稍稍先拜拜 求佛保佑 这种不是学佛 这种是把佛当成是神这样 没有 学佛不是这样 学佛就是我们来听 那些有经验的师父教 教了之后 然后你就去学 回到家里去想 清净上知识 听闻正法 奴隶思维 就是想 那讲的有没有道理 然后第四 才自己去回家家里做 所以这四个步骤 所以你来这边听 只是其中的第一个步骤 跟第二个步骤而已 才一半 你还有两个还没有做 就是你一边听 你一边想 想我所说的 我所说的 道理是对还是不对 所以因此 佛陀就说 当我们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 我们的敌人会拍掌 叫好 这是佛陀说的 然后我们的敌人会说 但愿你丑陋 但愿你没有快乐 但愿你受苦 结果呢 你的敌人呢 全部满足了 是不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冤家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呢 我们的冤家 知道的话 他会拍掌 他会叫好 他会愿你受苦 愿你不快乐 愿你有损失 愿你被你这个东西折磨 愿你长得丑陋 对不对 这时候愿家都是这样 他们刚好就是我们平常的 慈爱心的人的相反 我们慈爱心就是 愿人家快乐 愿人家长得美 对不对 愿人家能够得到利益 愿人家 时时刻刻都是平安 没有事情 但是愿家刚好是相反 我们看见我们的人有什么好处 我们喜欢 我们会拍掌叫好 敲起大拇指 但是愿家不是 他看见你受苦 他访外也拍掌叫好 他也说 你多做多做 给你受多一点苦这样 所以因此 当我们 起誠誠心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想 想一想佛陀所讲的道理 因为佛陀是非常有智慧的 非常有智慧的 他教导我们的是 要帮助我们 使我们不会受苦 使我们能够去修行 使我们能够得到功德 使我们慢慢慢慢修行 然后我们就会解脱 所以佛法的功用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真思维的部分 我再讲给你真思维的部分 就是佛陀有时候 他说 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业的主人 我们是自己的业的居成人 就是我们从业 是因为每一次我们来投胎 就是随着我们的业而来的 我们是由我们自己的业而生出来的 我们是自己的业的清足 我们是依靠自己的业的支持 而活在这世界上 所以第六 不论我们做什么业 上业或者恶业 我们都要承担 这是佛说的话 所以因此 如果我们想 刚才我所说的这六点 你就想 我们是不是 每一句话佛陀讲的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所以你是想到 那想 我要怎么样 通过修行 使我的业 越来越清净 慢慢的 我就变成一个非常安详 快乐的 而且 能够慢慢修行 越来越修 越清净 不会被烦恼所控制住 当我们起贪 争 吃的时候 我们就被我们的烦恼所控制住 然后我们被烦恼控制住的时候 我们就造恶业 我们造恶业 业就储存在我们的意识里面 主要是在我们的心脏 业就储存在我们的心脏 心脏就是我们的移动硬盘 现在电脑不是这种移动硬盘 你把东西存在里面 可以随时拔掉 插进另外一个电脑 又有东西出来了 我们的思就像鱼动硬盘这样 存在里面 那么如果这个身体坏了 它就换到另外一个身体 就是另外一个电脑插进去 又是一样 全部记录在那边 我们的思就是这样 我们的思是储存在我们的心脏这边 所以 因此我们要知道 我们必须要通过修行 通过守戒 通过修定 通过观照 刚才我所讨论的这个修慈爱的正思维 其实就是观照 通过观照 然后我们就能慢慢改变自己 使自己变成越来越有智慧的人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稳重 越来越有爱的一个人 这个世界上太过缺乏爱 太少 爱太少 而且那些人所说的爱 是一种自私的爱 就是他的那个男人爱那个女人 或者那个女人爱他的那个男人 或者他的父母亲爱他的孩子 或者孩子爱他的父母亲 这种爱是非常小的 范围非常小 我们今天晚上所说的爱是一种普遍性的爱 就是我们对任何一个人 都是有爱的 这种是很难的 要需要培养 就是需要修了 才会培养出来 所以 这就是 我所要讨论的 对于慈爱的正思维的部分 第二个标题 那我们怎么样修慈爱 所以 今晚的题目是修习慈爱 修习慈爱 我们要 根据过去的那些 就是根据佛陀 以及根据过去那些修行人 所讨论的 就是有四种方式 第一 第一 愿我安乐 或者愿别人安乐 第二 愿我身体没有苦 或者愿别人的身体没有苦 第三 愿我的内心 心 身体的苦跟内心的苦是不同的 身体的苦你可以找医生啊 什么等等 可以医好的 心的苦 医不好的 很难医的 心的苦的必须要通过爱 才能够医的好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再说这边有四种 就是愿我心中没有苦 以及愿别人的心中没有苦 第四 就是愿我没有险那 以及愿别人也没有险那 就是没有危险 没有灾难 好了 我就说内心的苦 内心的苦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 我叫我的妹妹 我比我的妹妹大了 两岁 我的妹妹已经死来了 她生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妹妹是很苦命的 我的妈妈很偏心 她不喜欢女的 所以她喜欢男的 在我手上 我是儿子 所以她只喜欢我 就连我的弟弟 我妈妈都不喜欢 明白吗 妈妈很偏心 有些妈妈 结果怎么样 她就 我妈妈煮东西 有什么好东西 都是给我吃的 所以我的身体非常好 但是我的妹妹的身体 就不好 因为她吃的都是生菜 正法 明白吗 好的东西都分给我吃 或者给我爸爸吃 那 再剩下来可能是我妈妈吃 或者我弟弟吃 但是我的妹妹是最后才有的 那最后都没有真的 所以因此她身体又小 但是她很奇怪 她虽然被我妈妈看 又不看重 就是不会很疼 不会很疼爱她 而且不要做工 还要慢慢洗衣 慢慢洗碗 慢慢煮菜 慢慢切菜 就是做到完 慢慢抹地 家里的工作 总之一天到晚就是一直在做的 就是好像是一个用人 这样 虽然她是一个女的 是我的妹妹 但是我妈妈不把她当成女儿 她把她当成像一个用人 这样 所以她就很苦 她的命就很苦 而且她又很笨 那有时候我妈妈打她 她妈都是打得很重 打她的头 所以我看可能因为这样的影响 结果她头脑有一点点 不是很灵的头脑 所以她很苦 后来她就嫁了 嫁了之后她丈夫人又不好 她丈夫有很多病 明白吗 她嫁了一个丈夫 丈夫就有很多病 她自己的身体又不好 她丈夫有很多病 明白吗 结果又生了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又很辛苦 结果家里面就是很辛苦 然后她嫁给她丈夫 她丈夫又好像比她小几岁 这样 我的妹妹比她大几岁 好了 她的那个丈夫的妈妈又不喜欢她 你看那么长 真的是苦命很长 然后后来她就很年轻 我最近就中了癌症 中了胃癌 中了胃癌 这个就是因为长期吃那些剩菜剩饭 而且吃冷的东西 我看的原因是这个原因 所以后来我的妹妹很年轻 上次多岁就中了胃癌 然后就去开刀 把一半的胃割掉 好了 然后就还是身体不好 瘦瘦的 人瘦瘦的 脸白白的 我去看她说 不舒服 人不舒服 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叫她学佛 叫她皈依 叫她学佛 我做哥哥 我尽量做我哥哥的责任 但是妈妈跟爸爸他们是大人 他们偏心我 我们做小孩子是没有办法的 是很难的 尤其是我们华人的家庭 跟外国人的家庭是不一样的 外国人的家庭小孩子比较敢说话 我们华人的家庭小孩子比较不敢说话 怕了 怕父母了 所以因此 然后后来我的妹妹就43岁 那个胃癌又复发 复发了就不能够医就死了 她要死的那一天呢 她的丈夫打电话给我 她说 妹妹在医院了 现在要死了 我说你好 你把电话给她 我跟她说话 她就把电话放在她耳朵旁边 在医院的床里 我就跟她说 她说妹妹啊 不要担心 人都是会死的 你不要害怕 她说我呢 害怕哦 我不懂我死的去哪里 我说你不要担心 你有归医嘛 你有归佛归法归医神 你也有守五戒对不对 她说有 我有守五戒 她守五戒她还吃素 因为她以为 守五戒必须吃素 明白吗 所以 总之 当时我也以为是这样 后来我才明白 其实那是 没有所谓吃素不吃素 这一回事 总之 后来她就 我跟她讲话 她就断气了 就死了 死了 我就一直想她 去了哪里 过了很多年 过了十二年 我一直在找 她去了什么地方 后来我给她找到了 她去到沙巴 她又再投胎 懂吗 她又再去投胎 投胎又做了一个人 我的妈妈去了天上 我的爸爸下了地狱 我的公公做了鬼 我全部知道 然后我就知道她去到沙巴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 在上达根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在佛教会住 也是一个佛教会啦 上达根有一个佛教会 所以我在佛教会住 然后晚上 下午我就睡觉做一个梦 说 妹妹在这边 好像是天上有护法这样 告诉我 说 妹妹在这边 然后就想 妹妹在这边 那好啊 我去找她 然后就找主席来 主席 我的妹妹在这边 她现在十二岁了 你会帮我找一下 那主席说 师父你开玩笑 十二岁的女孩子很多 我说是华人的孩子 那就比较少一点 对不对 你找华人的 她说华人也很多 然后我说怎么办 然后说 总之我跟她有缘的嘛 一定会遇到的 你就在这附近找吧 可能就在佛教会 果然她就找到了 找到她了 原来就是她的哥哥的女儿 她的哥哥的大女儿 很有钱 非常有钱的 是客人来的 然后 我就说 你去带她来 她说现在她在学校 我说好 在学校 你看她 她说她脾气很古怪的 她不不不随便见人的 而且她一放学就回家了 很孤僻啊 我说 这个就是我的妹妹 我的妹妹的脾气就是这样的 很孤僻的 那我说好 你跟她说 有师父要见她 在寺庙 在寺院 在佛教会 有师父要见她 她一定会来的 那个主席跟我说 师父 我不相信 因为她的脾气是很硬的 很奇怪的脾气 很孤僻的 她不会来见你的 我说你就跟她讲 你哥哥来找你 她一定会来 她没有哥哥 她是大女儿 结果她的姑姑去学校 去见她 然后 她就真的来了 现在我来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你记得我吗 她说我不 我不记得 我说我是你哥哥 我说 梦里面告诉我 上面的口法告诉我 我说你的肾就要坏了 你在学校吃什么东西 她说 我喜欢吃贝西克拉 我还以为你喜欢吃什么 她说我喜欢吃那一包一包的那种 一包五毛钱 我说这两种东西喝起来 你的肾一定坏 你们要是有小孩子记得 不要给他们吃这两种东西 那种一包包的很咸的 又咸又辣 而且它是里面有发粉 英文叫做 Bio Carbonic Soda 知道吗 它用那种来做发粉 然后你就炸 炸了就蓬起来咯 小小块小小块咯 又咸又辣 那么再加上 像Plexi Cola 你还有酒 那一定肾是坏掉的嘛 然后我就说 你这两根 配合起来你的肾快就会坏掉 我就跟他讲 我说上面的护法已经够付我了 你从今天开始不可以吃 然后再叫他姑姑 你跟他爸爸讲 不要给他钱 不要给他去学校买这种东西 因为小孩子他不能够控制自己啊 他喜欢车就去买啊 他不懂的后果啊 后来 现在已经过了差不多有十多年了 他已经二十多岁了 现在去上海做中医了 最近我还遇到他姑姑在 在哪里啊 好像是在亚北 就是Kotake Navaru 在亚北我遇到他姑姑 我就问他 他怎么样啊 他说现在很好 在上海都中医 我说那很好 所以你想一想 我这样做的就是一种爱 我这种爱是对妹妹的爱 懂吗 因为我关心她 她是我的妹妹 虽然她死了 她转世了 但是我还是爱她 虽然她不是我的妹妹了 懂不懂 她已经是别人的女儿了 同样的 因此我们想 我们就是要愿人家安乐 愿人家身体没有苦 愿人家心中没有苦 以及愿他们没有险难 没有危险 没有灾难 平平安安的 如果出门的话 平平安安的去 平平安安的回来 没有事情 所以就是四种愿 接下来我们就讲 讨论修慈爱的方法 修慈爱呢 有三种不同层次 爱修 第一 对自己修慈心 那你就静静地坐着这样 两个手 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这样 你坐着 旁腿起来 你坐着的时候呢 然后你就跟着自己的呼吸 然后你把你的心拉出来 拉到外面去 自己的心拉出来 然后看着自己 当然我们的心不是这个心脏了 我是指我们的整个人的所谓的心了 就是那个知道的那个心 你把那个心拉出来 就好像我们去早上起点刷牙 我们对着镜子 然后我们就刷牙 我们的心一边在刷牙 一边在看镜子 看自己的那个人 哦 今天这个又皱了 哎呀 今天眉毛又白了 这样 哎呀 今天头发这边又白了 这样 对不对 你会看自己嘛 然后你会看见自己 哦 已经老了 已经太老了 七十多岁太老了 你自己会看嘛 看自己 所以因此同样的 那就是自己的心在看 看镜子 所以一样的道理 你坐这边静静 然后你把自己的心拉出来 等于心在看着自己 然后你就通过想象 自己的心看着自己 然后你就对自己散发慈心 从头到脚 愿我安乐 这样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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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下来 一层一层的啦 愿我安乐 所以整个身体里很多层 一层一层一层 那就掃描 就好像我们去那个文具店 去复印啊 复印一张纸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把我们的文件 放在那上面 然后那个人就把它盖住 然后如果你把它盖住 你可以看见灯在这边走 有一张灯 灯这样慢慢慢慢慢慢走 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道理 我们对自己散发慈爱的时候 就像那个灯这样慢慢这样走 一层一层的这样下来 扫描它 全身了 所以愿我安乐 你在扫描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自己的身体有能量 那个能量慢慢慢慢慢慢走 头一直跑到脚去 腿盘腿起来 然后第二 愿我身体没有苦 然后第三 愿我的心中没有苦 然后第四 愿我没有闲啦 当然手不用动啦 是你的心在想啦 知道吗 你的心在想这样 我一层一层对自己散发爱心 愿我安乐 愿我身体没有苦 愿我心没有苦 愿我没有闲啦 这样 要做三遍 这四种只是在做一遍 再做第二次又是四个 再做第三次又是四个 所以要做三遍 清楚吗 这是对自己修慈心 好了 这个叫做对自己的修慈心 修完你懂得了啦 你才来对别人修慈心 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那个 主席的妹妹 如果她没有死的话 我也是叫她修 她不修嘛 她自己也不归戒 我看有手啦 但是你嘴巴上骂人就是也没有手 结了 明白吗 你嘴巴很坏 一直在骂人就是没有手结 你的心不好 心不好的关系 所以 好了 所以我们就对人修 对人的话呢 修慈心里有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你必须要 符合 第一 第一 这个人必须是活的 死的不要对他修 第二 这个人必须跟你是同样的性别 男的你就对男选一个男的 女的你就选一个女的 来修 好了 然后人呢 你对人修的话 人又分成三种 第一 喜欢的人 第二 普通的人 第三 讨厌的人 你看 所以修成是很多的 对吧 好了 首先你就想 我修一个喜欢的人 然后 我是男的 我就要想一个男的人咯 然后我就想某某人 我喜欢他 然后 我对他有好感 然后我就想他在前面 然后我就对他修慈心 愿他安乐 愿他身体没有苦 愿他心中没有苦 愿他没有闲 不要太快了 慢慢了 就是 你要有感觉 从着内心这边 你要有爱出去 要有感觉 那 这种感觉怎么样培养 所以 这边就要讲到佛陀所讲的话 佛陀说 犹如母亲以生命 互为自己独生子 所以说 但他妈妈只有生一个儿子 所以 他甚至愿意用他的生命 来保护他的儿子 对吗 这是 每一个妈妈都会做的 对吗 如果那个妈妈 就一个儿子 他会怎么做 他怎么样 他拼了老命 他都要保护他的儿子 这是母亲的天性 如果你母亲没有这种爱的话 我们的人群会绝肿 知道吗 每一个母做母亲的 都有这种爱 这种爱是爱他的孩子 当然 妈妈会偏心 那是 也很正常 因为 他有男跟女 所以妈妈会偏心 这是自然的道理 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 爸爸也会偏心 哈哈 通常爸爸会喜欢女的 就是喜欢他的女儿 妈妈呢 会喜欢他的儿子 这是自然的 为什么 异性嘛 没有女儿怎么办 没有儿子没有女儿 就是喜欢别人的孩子嘛 抱一个 对不对 你就去抱一个别人 外面很多那些 没有结婚 就是怀孕的那些 每天 我们送儿子上学的时候 那种儿子讲什么 送儿子上学 对 你要跟他说什么 对 你就用你妈妈的心 来跟他说嘛 你不要跟人家打架哦 你不要吃巧克力哦 你不要吃Paxicola这样 你要爱来跟他说嘛 你不要吃那个Cropo 吃的会胜会坏去 这样 对不对 你不要跟小朋友打架 这样 要是有人欺负你 你就告诉老师 你不要跟他打 这样 你教他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 你会这样教就等于你爱他 自然的嘛 自然的道理 只有妈妈会教 通常父亲是不广的 我知道的 男人他一般甚至不管的 男人都是蛮外面的事情的 通常教育孩子都是留给妈妈做的 这是自然的 所以妈妈非常重要 妈妈的那个角色非常重要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妈妈的话呢 世界会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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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妈妈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好 然后 因此我们现在就想 喜欢的人 然后就想这个人在前面 然后 都跟你同样性别 然后你对他修慈性 愿他安乐 愿他身体没有苦 愿他心中没有苦 愿他没有闲难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所以四次 四次 四次 修完 你就想 还有没有我喜欢的人 可能还有 在第二个 在修 所以让你的心真正从这边 有爱 从这边生出来 它是一种能量 就好像 比如说你有一个儿子 你很喜欢这个儿子 假设 我知道 我的妈妈就是这样 我小孩子的时候 六岁的时候 我在马路边等校车 校车来 就来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呢 弹给我 不认识的 我的手就伸过去拿 弹了 小孩子不知道吗 你给我弹 我不是跟你拿 小孩子都是这样 但很天真 我的手就伸过去拿 然后那个人 就拉住我的手 要把我拉走了 要拐小孩子 你知道吗 刚好呢 我的妈妈在楼上 我们是那种电路 就像这种电路 在楼上 她就在上面看着我 她一直看着我 每一天看的 就是看到我上了校车 平安 她就放心了 她才回去做她的事情 天天看的 你想一年上 当然不是三百六十五天 那时候我们一天要 一个星期要度六天 星期一度多星期六 不像现在就度五天了 所以每一个星期六天 一年五十二天 五十二个星期 五十二星期乘六 多少年 六二十二 六三十 三百一十二天一年 天天看 看六年呢 我从一年去度七 都度到六年去 六岁开始 都度到十二岁了 天天看我了 你想妈妈的工作有多少 算不完的 你说你要给妈妈工钱 简直是给不完 但是现在多数的男人呢 很不好的 她没有给她的老婆工钱 对不对 她还要打她 如果老婆不听话 她还要打她 对不对 我知道很多男人是这样的 她不把老婆当一回事 她不知道她的老婆 已经付出这么多 为她的孩子 为她的生活 煮饭啊 对不对 切菜啊 洗衣啊 整理家里 把被啊 枕头啊 对不对 整理干净 床单啊 去洗水去做 对不对 都是老婆在做 都是她的妻子在做 好了 然后那个人呢 就把我的手拉了 就准备拉我走 然后我妈妈在上面喊一下 喊我的名字啊 我的鲁名啊 我头就转过来 我头转过来 我头转过去看我妈妈的时候 那个人就放手了 懂吗 她也弹也拿走了 明白吗 她也把一粒弹也省起来了 弹也拿走了 然后她就 然后我看我妈妈转过来 那个人不见了 她跑得这么快啊 当时要是我妈妈没有看我的话呢 我就被拐走了 可能已经拐到接爹来这边做苦工了 割塑胶了 割到老头子 七十多岁还在那边自己一个人 以前都是这样的嘛 拐小孩子就拐到来马来西亚嘛 变的地方去拐 拐了就拿来这边马来西亚做苦工嘛 我都知道的 以前都是这样的 很多小孩子不见掉的 好啦 所以呢 你就要想那个妈妈的爱是怎么样的爱 她那个爱是一直在爱她的孩子 所以 我们对别人修持心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就一直从心中这边生出那个爱 那个爱是一种关心 关心哪个人希望他平安 希望他没有事情 对吗 所以 对人修持心 好了 喜欢的人做完很容易 普通的人也做完也很容易 现在我们就修讨厌的人 好啦 你就想那个讨厌的人 哇 一下子你看见那个脸臭臭 好像在骂你的样子 那你怎么去修 不能够的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修 要看那个人是脸笑笑的 但是 因为你跟他有冲突过嘛 你就要想半天 我怎么样的想到他能笑的样子 很难啊 所以你必须要想以前 开始遇到他说可能关系很好 你看他笑的样子 那这个时候你才从心中对他三发自心 你三发自心一下子就没有了 你就想起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他骗过我 他害过我 他还骂过我 他还打过我 岂有此理 我给他欺负的太惨了 我陪他还好 揍他一顿 结果呢 你修修一下慈爱 慈爱就不见了 就变成憎恨心了 结果你越想越气啊 眼睛张开来 岂有此理 完蛋 你的慈爱心已经没有了 明白吗 所以你就想 哎呀不对 我修丑了 我这边到底是什么地方修丑了 我的爱已经不见了 我已经 心中已经被称恨所充满 我的心中已经充满了 憤怒跟称恨心 这时候你想 我要怎么样 就刚才我所讲的 你的敌人会叫好 如果你发怒的时候 你的脸会丑陋 你的敌人会拍张 骂多一点 骂多一点 打快点打这样 对不对 坏人是这样的嘛 希望你们快点 有多一点麻烦 他在那边拍张 你们快点打 快点骂 快点脸长得丑陋一点 所以因此就想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其他人知道 尤其是我的冤家 他们会喜欢我的 他喜欢我跟他吵架 喜欢我跟他骂 因此 我就偏不要这样做 我就偏偏要修持 然后再想 我们是业的主人 我们是业的居成人 我们是由我们的业而生出来 是自己业的清足 依自己的业的支撑而莫 不论我们造什么业 三业或二业 我都要承担 你通过这样思维 好了 结果你的心又恢复平静 再想这个人 这个讨厌的人 然后又静静地坐在这边 又看见他笑笑的样子 然后从心中对他上法之心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很难的 很难的 你可以去试 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去试 如果你修得成功 你才来告诉我 当你修得成功的时候 你的心对所有的人是一样的 所以这叫平等词 就是你的心身跟地一样平 所以叫平等词 好了 第三个步骤是对众生修持心 众生就是指各种各样的众生 怎么样的众生 就是你就想最低的地狱 就好像我爸爸这样在地狱里面 我的婆婆也下地狱 就是我公公的妻子也在地狱 还有我的叔叔也在地狱 还有我的阿神也在地狱 四个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黑黑的没有灯的 没有椅子没有船 没有的吃没有的水喝 全部都是铁做的 下面也是铁 旁边四个都是铁 上面也是铁盖 然后那个地狱里面的鬼就是 不时不时不时把盖打开 就好像在电脑的盖这样把盖打开 然后就拿那个铁棍来抄你的头 打一下那个头就烂掉 那个脑浆就流到满脸都是血 然后等你过了不久你的那个好了了 不会死的很奇怪的地狱的那些人 他打了他就 都是脸都是我的爸爸就被打 打了脸都是血 那个脑签流出 脑签到处都是白白的那个脑签 看见嘛我看见嘛 我去到下面看见他 然后他就说你看他跑来打我 我说哪里打他说他从上面下来的 他是一个盖来的 就好像我们做到铁棍 懂不懂我讲的什么叫铁棍 蟑螂啊 我们就做那蟑螂就把它放进 那个盒子里面嘛 那个盒子就秘密的 这种他逃不掉了 一样的道理啊 然后你就时不时过来来折磨一下蟑螂 对不对 然后不然就 那些蟑螂其实也是很糟糕的 他也是很惨的 他又很臭 他有一种很浓的味道 很臭的味道 结果呢 没有人喜欢蟑螂 一看见一脚就大下去就扁了 扁了他整个那个 哎呦很可怕 白白的那桶跑出来了 然后就拿纸来骂骂了就丢 这种就是没有慈爱了 那你说你怎么对蟑螂散发慈爱 他到处爬又臭 又脏 整个厨房都爬得满满 那个厨打开来都是蟑螂的味道 你怎么对他散发慈爱 你想一想 所以你对地狱 你要对鬼 你要对畜生 包括蟑螂在内 还要对蚊子 蚊子跑来叮你 你要不要对他散发慈心 你做得到吗 不容易啊 然后你要对鸟 乌鸦你喜欢不喜欢 不喜欢 白天他往上见人的篱笆上面 哎哎哎 难听得是 对吗 更可怕的是那个鸟 它飞过去的时候 它大变啊 我我种了几次啊 因为我们没有头发 结果他大变啊 啪一声就粘在头上 然后摸一下 哎呀鸟的粪 我被种了两次啊 你知道吗 我们走路嘛 突然间哎 什么东西在头上 鸟的粪呢 怎么准呢 那个我们头就这么大个 它怎么准 会在上面掉下来 就用到头 我被弄了两次 总之你要对这些众生伤疤死心 还有包括神仙 当然神仙我们喜欢他 因为他神仙对我们有好处啊 他会保护我们 鬼 你不喜欢他 你看见你多怕啊 对不对 站在交通路口 看不见脚的我 你晚上三更半夜叫到那边 哎呀 怎么一个女的 脚在哪里 结果你下到满身都是汗 冷汗 赶快红灯都冲过去 蹦冲过去了 所以你看 你要对所有这些众生伤疤死心的 还有包括世界的 还有包括无世界的 众生 所以你对众生上发死心的时候 这些众生是无量的 因此到处都有众生 然后你就坐在这边静静的 然后你就坐在这边静静的 一个一个方向修 前面单程是东方 你闭着眼睛你就从心中 但是因为重生很多啊 你不可能一个个 愿他安乐 愿他身体没有苦 愿他心中没有苦 愿他没有闲 那你不可能这样做啊 所以因此你要用方法 方法就是从心中 那个蓝色的光照出去 有点像你去那个 卡拉OK 卡拉OK里面不是有那个灯 那灯 会亮的那种灯 它是蓝色的灯照出去 所以你修的时候就从这边心中 把那个蓝色的光照出去 照向东方 那么你照的范围大概是这么大 从这个角度到这个角度 那么从这个角度到这个角度 所以你中间 把那个灯 蓝色的灯光从这边 这样照出去 那你静静做了 你就试一下了 要蓝色了 试一下 可以吗 可以不可以 可以吧 不可以 没有蓝色 没有蓝色 是什么颜色 什么色 巧克力色 巧克力色不行 那是暗暗的 不可以 要必须要是蓝色的光 那你就看是什么东西 你看那边墙壁不是有蓝色 那个浅浅的蓝色 就是那种蓝色的光 照出去 它就很像天空的那种蓝色 就像你穿的那衣服的蓝色 这样 再试一下 你先看一下颜色 然后再来坐在这边再想一下 那个蓝色的光就出去了 可以吗 然后你可以看那光是直线的 好像那个蕾色的光一样 照成这边这样照出去 然后你照这个范围 跟这个跟这个角度 东方 你给东方的无量众生给他们慈心 愿他们安乐 愿他们身体没有苦 愿他们心中没有苦 愿他们没有显难 做完一个方向东方 然后你坐后面 我们的背后就重新灯光往后扫 射出到后面 后面就是西方 做完西方 你就坐右手边南方 然后再坐左手边北方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问你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 为什么做完东方要做西方 为什么 嗯 不会 有谁会 为什么 不会 为什么 也不会 你没有看过灯塔 灯塔 灯塔在照的时候怎么样照 这样 它照两边 对不对 同时照两边 就是跟灯塔 而且东方跟西方是一条直线 对吗 它的道理就是这样 所以因此 我们修完东方就是西方 修完南方就是北方 接下来 我们修东北 修完东北就是西南 又是一条直线 然后修东南方西北方 就四条线 下方 上方 就五条线 对不对 五条直线 然后我们把这个 修完的时候 我们的心这样把 爱散发出去 散发出去的时候 所以我们同时 坐在这边静静的 把爱散发出去 你就撕一下 可以吧 同时把爱 从心中间散发出去 好了 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这就是对众生修慈心 所以 我再重复 有三种方式 第一 对自己修慈心 以四种愿望 愿我安乐 愿我心中没有苦 愿我 愿我身体没有苦 愿我心中没有苦 愿我没有咸 然后 对人修慈心 有三种人 喜欢的 普通的 跟讨厌的 每一种人都要修 三次 三次 每一次里面都有四种愿望 愿他安乐 愿他身体没有苦 愿他心中没有苦 愿他没有咸 你如果常常这样修 久和久之 你就越来越好 你的心中就非常安详 好了 好 这边就讲 修慈爱 会有什么功德 有些什么功德 佛陀说 一个人修慈爱 他会得到十一种功德 第一 他睡的时候非常安稳 非常安详 第二 他睡的时候不会做噩梦 第三 他睡醒的时候非常有精神 就是等下睡得很饱 很好 第四 人喜欢他 因为人 你的心中有爱 人会喜欢他 第五 非人也喜欢他 非人就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些天龙八部 非人 那么第六 神也喜欢他 因此神会保护他 天神会保护他 第七 不会被火 被毒药 以及不会被武器所伤害到 第八 心非常容易进入定中 能够安定下来 第九 他的容貌非常安详 第十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人死的时候 不会昏迷 所以你看 我们 我们 都是年纪大的人 除了一些年轻之外 你看 我相信你们都曾经见过有人死 对不对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都会遇到 你看 有些人死的是昏迷的 不知道的 对不对 昏迷的话很危险 为什么很危险 因为昏迷的话 你的心不知道了 然后你就你的业控制住你 我们的业控制住我们 结果我们就去到坏的地方 最近我有一个学生 他的妈妈就是这样 他妈妈不懂中了什么癌症 就死了病了很久 然后死了最后呢 他在死的时候是昏迷的 而且很久 很久不会断气 明白吗 结果他的女儿一直在那边 一直 问我怎么样 怎么办怎么办 这样 那我就说 你跟他念 跟他念龟一嘛 一直 在他耳朵旁边念龟一 不过最后他的妈妈 还是去到坏的地方 因为他妈妈杀很多 杀太多 因为嘴巴吃东西 就一直在去杀 杀那些鸡啊 鸭啊 什么这些等等 杀太多 所以结果去到不好的地方 因此我们要非常小心 如果我们有羞耻耳朵 我们心走的时候 我们心清清楚楚 不会昏迷的 然后最后第十一点 就是 如果你这一世没有挣到果味 你死的话就去到凡天界 什么叫凡天界 凡天界 凡天界是 比如说我们有四个场天 初场 二场 三场 四场 初场天就是凡天 凡天里面有三种 凡生 凡补 大凡天 三种天 凡生 凡补 大凡天 里面呢 全部在凡天的天神都是修 慈心 悲心 喜心 跟舍心 修慈悲喜舌的四种心 所以佛陀就说 要是你没有挣 你死的话 你会去到凡天界 好了 我们再回来 解释这个东西 佛陀说 当我们的心中 生起称恨的时候 我们要用五种方法来 排除它 这是非常重要的 五种方法 来排除它 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 当我们的心中被 称恨心所占有的时候 我们的心中要生起 慈爱 以仁爱的心 来对着 对你发怒的人 这样的话呢 称恨心就可以消除掉 第二 以悲心就是 慈悲的心就是 觉得这个人很可怜 第一种就是 以慈爱心 对着心中有慈爱 对他静静的 心中没有称恨心 就是以慈爱心 第二种是以悲心 就觉得这个人很可怜 他会受苦 我希望他不要受苦 这样 这种叫悲心 第一种是以慈爱 第二种是以悲心 就是以慈悲的心 对着这个人 知道这个人在受苦 他的血液增高 他的心态 心跳加快等等 他有个人会中癌症 就是这样等等 这是叫第二种 以悲心来对待这个人 那么你的称恨心 就会消除掉 第三种 就是以舍心 而不是以喜心 虽然有慈悲喜舍 四种 喜心就是随喜 你不可能随喜 他发怒嘛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有喜心 但是你可以有舍心 就是心中产生 平静的心 就是舍心 心中是平静的 所以叫舍心 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 就是不踩他 就是他跟你发背记 你就静静的 你不踩他 你走开 你不发作 所以这是第十种方式 那么第五种方式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你就思维 他是他业的主人 他是自己他业的居成人 是不是 他是他的 从业而生出来的 他是他自己的业的清足 他是他的业 支持他而生在 活在这时间上 不论他造的是什么业 善业和恶业 他都要负责 他都要承担他 因此他必须要为他自己的称称心 而承担 这个责任 而负责 所以因此就想 心中思维这个东西 因此他怎么样 发脾气是他的事 佛陀也是这样 佛陀在世的时候 那些人来跟佛陀发脾气 但是佛陀静静的 没有发脾气 所以那个人就很奇怪 他就问佛陀 为什么我骂你这么凶 你不会发脾气 然后佛陀说了一个很 很好的故事 你知道吗 他这样讲 那个人呢 那个人来骂佛啊 骂了很久啊 然后佛陀静静的给他骂 就像菜头一样给他乱扛 然后骂完了 然后佛陀就问他 那个人就问他 哇 你这个人很好脾气啊 我骂你你都不会发脾气啊 然后佛陀回答得更妙 非常幽默 他说 你有没有见过人家来送礼物 他说有啊 常常有人跟我送礼物 他说 如果有人送礼物给你 你不接受的话 你怎么办 他说 我如果送礼物给人家 他不接受的话 那我就拿回家 然后佛陀说 同样的 刚才你讲的那些 我都不接受你拿回去 才妙啊 才妙啊 因此那个人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他佛陀不到没有发脾气 还讲这本故事给他听 结果他想 哎 你真的是很有道理啊 对不对 我送这个东西给你 就是我骂你 但是你不接受 那我就自己收回去吧 所以你要知道 要是要下一回啊 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用这一招 这一招是最管用的 我跟你讲 最管用的 最好的一招 比起刚才我所讲的那五种 都要好 而且非常幽默 你先等他骂王嘛 你给他骂骂骂 骂王 好了 你就问他 假使你是客人来到人家的家 对不对 你送给人家礼物 人家不接受 你怎么办 你拿回去嘛 当然你自己拿回去 人家都不接受你的礼物嘛 你不是乖乖自己拿回家去 你要送礼 人家不接受 你就乖乖自己拿回家去 所以今天的下堂王 跟你们大家讨论这个慈爱 休息慈爱 就到这里为止 有没有问题 大家 人家在讲我们 那个人和我们有关系的 我们牵扯到自己的 怎么办 同样的道理 应用刚才那五种方式 对他修慈心 对他修悲心 对他修舍心 最重要就是那个舍心 如果我们跟那个人有特殊的 比如说钱财呀 什么等等关系呀 对不对 非常复杂 那你知道办 你就要保持平静的心 舍心 先等他脾气发完先 才来讨论 你如果跟他发脾气的话呢 他可能就无赖啊 不还钱了啦 对不对 所以你骂回我啊 我不还你的钱啊 现在 他来骂你就是他吵他说他可能没有钱还 他就希望来骂骂骂一下 然后你就说好 算了 不用还钱了 对不对 你就要用这种方式的 你就要用保持舍和心 等他讲完先 然后你才来用这个 跟他处理 你记得你要 你欠我这个钱你要还吗 我可以考虑给你延长一百天 都给你三个月 但是最后你要还 要加利息 要跟他冷静的 不要跟他发脾气 做生意就是要这样 做生意的人是不跟你发脾气的 他只是要赚你的钱嘛 做生意的人 所以要学做生意人的方式 他都是跟你嘻嘻哈哈的 他无畏的目的就是要做你的钱 对不对 阿姨没有问题 为什么 同性别的字啊 我就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这是在这里的 我的心上那边有一个学生 是一个女的啦 四十多岁了 他是做这个 政府部门的那个文具的生意 然后他有一年很多年前了 大概十多年前了 他有一年他说 师父打电话给我 我在欧洲啊 打电话给我 说师父你要帮帮忙 我说什么事情 他说我要拿到这个标 我要去申请 我要投标 这个文具 这个文具是超过一百万的 有什么办法 我说 你懂不懂那个批准标的那个人 他说懂 他是一个马来人 我说好 你对他修辞行 善法辞行 这个 教完就这么简单的嘛 他就问什么 他说 愿他安乐 愿他身体没有苦 愿他心中没有苦 愿他没有闲 他都叫过来了 电话当然不要讲太久 很贵的嘛 过了几个月 他又打电话 师父 我已经拿到标了 我说好 恭喜你 他说我现在去他的办公室了 要去签合同了 要给那个标了 他说我恭喜你咯 好了 就挂电话了 过了不久 下午他又打来了 师父 有不好的消息了 什么事情 他说我去到办公室咧 我是签了合同 但是事情都办完了 那个马来人的官员呢 他说 他跟我求婚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 那好啊 你就嫁给他嘛 我说那好啊 你就嫁给他嘛 反正你又没结婚 对不对 他又需要多一个 那你就嫁给他嘛 他们可以娶四个的嘛 他说师父 你开玩笑 他是马来人嘛 我不要嫁他说 我说那你跟他讲嘛 他说不能够开口咧 讲不出来咧 那我说你跟他 怎么跟他说 他说让我想想 回去想想 他说我怕等一下 他不给我那个生意做 懂吗 因为很辛苦的咧 我们华人要做他们马来人生意 很辛苦的咧 他必须要穿着马来人的衣服咧 穿着那种娘娘的衣服咧 这边有没有人这样做 很多吧 很多 知道既然当这边很多 结果 然后后来他就说 师父母汉怎么办 我说 你赶快停止上发爱心给他 不然他会继续爱你的 这个就是他的答案 所以你不能够对异性散发慈心的 假设你的丈夫有外遇 懂吗 你的丈夫外面找了多一个女人 你怎么办 赶快对他修慈心加倍修 二十四小时在那边修 希望把他勾回来 懂吗 因为丈夫是异性嘛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了吧 好的 我们一起回向 愿以此功德 倒向猪肉镜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每正涅槃元 我以及此功德 我以此功德 恶向猪有情 よ求有情 愿猪有情愿 同得 此功德 3617adas formula 晚安各位晚安